游腻哥不游腻 一个把篮球当故事讲的解说 即昨晚深圳和浙江的比赛中场哨声响起 本赛季的CBA常规赛全部落下了帷幕 也宣告着更加激烈的季后赛的到来 季后赛的对阵情况也出炉了 越江辽津分割四强直通四分之一决赛 剩下的5到12名争夺剩余的四个拔强名额 而且首轮和次轮的赛制是单败淘汰赛 也就是一场定胜负 这样的精彩赛制最为人所熟知的 就是美国大学NCAA的比赛模式 球队的状态 球员的临场表现 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都将会让季后赛的精彩程度带上更高的体验 本周五就将开始季后赛的首轮对决 青岛和山东的同省得比 广沙和福建的强强对决 马布里带领的北控 上赛季垫底 他也首次带队闯进季后赛 对手是有强队收割界的麒麟 山西和浙江复赛以来 全华班的阵容都发挥不错 本周末的两天让我们拭目以待 篮球游泥哥 记得点赞转发加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声派下 Mode